怎么那么两个人 可能就那么三个人 其实还不可能 只能放在上宝座的人 忽散 天象 只不过说明 你有一个 偶有屁股 入口 全军出击 对 别 去抓牙齒 借來的力量可要保管好 大頭雲 你的靈魂已經是我的了 你不是了忌諱 回想起來 神叫我取得走 戰爭的結局 就算是王府 傻瓜 拒絕 烏鴨浴室 爬的死 奇蹦 大招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一门 微妙的艺术 最终的挑战 呃 可一符版 空走搞设 胜利在望 人死,而我閉上眼睛 不用靠近 還行吧 我打到他,他打不到我 他打到我是肯定打到他 注意不要被拽過去就行 就除了這個以外就都很好 他在說一些死人都發鐵了,這都被你發現了 騙人是往上走 注意喔 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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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他打不了乌鸦 铁男这个东西 铁男好像不好打我 是不是,你们觉得铁男好打乌鸦吗 这个版本,之前版本就不要提 我们聊这个版本 这版本铁男好打乌鸦吗 什么 好像是不好打 在舔的大力急跑,嗯也是 沒了啊已經 已經結束了 吃完回家 烏鴉很不好打田,我覺得相對吧,這把主要打也幫了我兩波 然後後面我等級起來裝備成型套已經沒了 已經莫德了 聽他說已經是莫德了 他買了一個NG 他還在買輸出 還是死 越往後面越不好打 不要是中心 這怎麼能殺的 蛤 這舔蠻不會自閉了吧 主要是我沒什麼技能潛搖 一可少 主要是我沒什麼技能潛搖 我就只有放一的時候有技能潛搖 我放Q幾乎是沒有潛搖 就算有他也躲不掉 他也不好預防 我墊他就沒辦法了 因為我把我蹲了 對 他媽的 不是 歐 他 一 我这个W放在这 点击了点击了 我这W没有我抓到地图边上了 我水帽拉回来的时候急了 OK这还有的赚 我急了 哎呀我优势太大但是我急了 能不能懂 优势大我太急了我好想杀他呀 哎 我太急了 哎呦急得我那个呀 干啥出水晶射好了 水晶射叫什么呢 关完了 你们觉得难枪难道是死吧 但我没问 我问了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太尊重这个医生 我的问题都还没问完就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关进去就死了 怎么有这么轻轻又松松啊 呦 这个面具 我感觉我打突然的不一定弄了石头 英雄真的烦 不好滚到血球 好打不好滚血球 你咬他吧 还有个大减效他上 乌鸦打上没啥不能打 打五千人我带几百人在抓 对 乌鸦打上一道带几口 不带伞没关系 一定要带几口 而且现在他那个符文有移速 乌鸦其实不怎么怕 他被抓了 乌鸦打上能欺负大部分精湛 你看我移速都401了 401的长度移速 只要这小符文对他很友好 就是你带了韧性加水晶鞋再点个这个传统韧性有有基本50%的用心 很夸张 50%的用心 你还敢走过去 这个卡莎呀真的是 他不知道什么是 轻轻又松松 尖尖又单单 出生牛毒不怕虎 他没吃过卡莎他没吃过舔能大招不知道什么要痛苦 他之前又之前 把线推干净走 接下来买什么呢 直接深淵吗 直接深淵 他们也就AP伤害打了动物 是 接下来 在这种地方 这种东西 他就複死了 他就能够发射了 他在这种东西 与那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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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过去弄死他呀你 卡莎为什么不R 是R过了但是我没看到他R了,还是说 没电死 还不走 根本我要过来收你的魂了 你还不走 已经走不掉了 发出大招变快了 乌鸦这版本真行 建议你们都可以玩一玩,带征服者 他带征服者比以前强很多 以前是带艾璃是因为大多魔抗,带征服者的话 你那个征服者叠不起来其实你打人也不疼,基础值不高,但现在因为没魔抗 没魔抗的话 AP英雄的基础值整体都会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乌鸦基础值相当于已经OK了 所以你再去 所以你再去点征服者就会很厉害 厉害特别特别 如果我不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分段,按照现在这种打架的趋势 你们觉得是什么分段 大伙 大伙觉得是什么分段 匪备伤 被關大招就沒辦法,沒打死沒打死 黃金,最起碼黃金,確實,黃金還是有 卡薩 神緣面具自然之力 你說我這個神緣加個自然之力,對面是不是耳心死了 根本就打不動我呀 神緣面具自然之力 我好像出冰心會好一點 藍盾,冰心,我出冰心還要藍盾嗎 冰心會好一點 那我想一想去還是神緣 神緣好一點 神緣加冰具好 感覺這一把不是很需要做護甲,護甲的沒什麼能夠威脅我 神緣 沒殺到大叔 哇好爽啊 威壓的傷害真穩定 這個版本 常駐看